第四季节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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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顾医生 救救她 怎么了 患者头疼 半夜喷血性呕吐 走路不稳 范皮凡 你先带她去做个头部CT 快 好 小心点 您是手术台 您死亡了医生 她会没事吧 你先不要着急 那个孩子的家长呢 她可能需要马上手术 我签字 你签字 手术费 住院费 所有的父亲我来负责 你负责 拜托你了 一定要救救她 小老板 第三脑室底部有阴影 是耿祖导致的脑积水 我现在就去找患儿的家属 签署手术同意书吧 我来签 暂时联系不上患儿家属 就让她签吧 立刻手术 好 对了 患者HIV阳心 注意做好防护 你昨天晚上的药是给她的 方秘凡 通知手术室一级防护 把所有身上有伤口的护士 都换出来 是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孩 苏翻译 你来做这台手术的翻译 有问题吗 你的姿势很正常 像一个医生 只是像一个医生而已 苏翻译你忘了 这辈子你都做不了医生 开始手术 是 电宁加大 电宁加大 是配音成功的护士 电宁加大 能还升脾益 方医生 你手千万稳住了 囊虫壁和基底都卖粘连 大叔写的话 撒官没命的 苏繁衣 这孩子是你什么人啊 邻居 苏繁衣没钱给自己交罚金 却有钱为邻居付医药费 这个邻居不简单啊 下一台手术你准备好了吗 没问题